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依旧看的是您高度关切的 土耳其叙利亚强症 第三天零星奇迹生还的消息还是传出了 不过总的罹难者数目现在已经逼近两万人 到星期四截稿为止已经超过一万七千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认救灾一直有疏失 而且控制舆论 禁用推特来打击批评政府的声音 叙利亚政府军则是和俄军联手 封锁了边界 反抗军控制的地震灾区有数百万人 现在在严寒的低温下根本得不到援助物资 台北时间2月9日早上 土耳交界强震后超过60小时 两国总共已有超过一万五千人罹难 镇阳卡拉曼马拉斯灾区 希望随着时间流逝变成悲伤 尽管有一些奇迹般获救的好消息传出 但大部分幸存者等到的是绝望的现实 白法人送黑法人已不仅是哀伤 而是对命运的愤怒 富人哭到昏厥 土耳其开征地震税24年 如今豆腐渣工程遍布全国 害得成千上万人在强震中罹难 土耳其当地救灾体系也没有及时发挥作用 总统埃尔多安终于稍微放低姿态 无视民众呐喊 埃尔多安巡视灾区只听简报 也没有拥抱灾民安慰 英国救难队带着搜救犬进入废墟 但距离震灾已经三天多 生还奇迹越来越少 而埃尔多安口中的掌控 竟然包括把救灾重要通讯软体 Twitter封锁 还有18人因在社群媒体上批评 土国政府救灾不力遭到逮捕 但更不幸的是叙利亚难民们 有人辛苦逃到土耳其 却在地震中罹难 幸存者只能暂时住进体育场上的帐篷里 仍受低温严寒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痛批 叙利亚内战让许多12岁以下该国孩童 有生以来所有的记忆都是战争和流离失所 现在又遇上强症 叙利亚境内初步估计至少3000多人 离难救灾更是困难 We have been using these stocks now to address the needs and these stocks are being deplet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earthquake of course the road leading from Gaziantep to the border to the transshipment point was damaged of course and that road was closed so we couldn't send any relief items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与俄军一起封锁边境 叙利亚叛军控制的西北部地震灾区 约400万人在地震后无家可归 还陷于寒冷饥饿之中 得不到物资补给 叙利亚医疗资源原本就窘迫 现在更无法扛起 医治地震伤者的任务 叙利亚救援志工白亏队 只能自利用轻机具与徒手挖掘抢救 天灾之下还有人祸 土序两国民众都只能泪眼苦叛奇迹 不期待政府 We are all is crying That's why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All is we should pray to God War is nothing This lady says This is a war with God 上天为何让强政发生 考验着每个幸存者的信仰 无辜罹难者也没有痛苦 活着的人才要坚强面对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souffle Let's go down on fire Let's go down on fire